而花铃县议会这一次的定期大会 最后一天的宪政总咨询 议员们是掌握了各个议题 全面检讨火热交锋 总咨询结束后 议长张俊肯定议员们 充分反应乡亲的需求 也期许县政府各局处 能够重视议员的建议 最后临时动议 林元副议员则是提出了副议长 往后的会议都需要出席 也获得大会的通过 花铃县议会第二次 第二次的定期大会 22号宪政总咨询 由县长进行闭幕池 许县长指出113年的预算编列与施政 也对于目前的减债33亿 无论是社会福利或是财政 都是花铃乡亲 同甘共苦一起走过来的 那现在请县长制 宪政总咨询的闭幕池 那花铃县政府在民国99年的 到达了133亿的举债上限 到目前为止我们减债了33亿 我想这也是无论是我们所有乡亲 大家一起携手同心 同甘共苦一起走过来的 这个每一天 那另外减债已经到达了23% 当然也更因为矿石岁的挹注 可以让花铃县政的预算 能够从这个99年的150多亿的规模 成长到现在的280亿 对于花铃县的各项的建设 以及所有的社会福利 所有的教育 所有的 我想都有相当相当大的注意 而议长张俊也对于县政总咨询 议员所提出的多项咨询意见 期许花铃县政府各局处室 能够重视议员的建议 对于预算的审查公开透明 也希望县府各局处室 能够备妥相关的资料 进行分组审查 谢谢徐县长 徐县长 劳欧秘书长 各位局处首长 本会徐学义副议长 以及陈秘书长 各位议员大家好 本会第20届第一次定期大会 宪政总咨询 今天圆满闭幕 接下来本会要审议花铃县政府 113年总预算案等 为了使预算审议更加公开透明 针对延续性相关业务计划 新薪资本 新增计划的预计办理程序 及预期效益 请县政府各局处 备妥相关资料 供本会分组审查 以及各局处所提供的资料完整性 将是本会审议预算的原则与依据 最后驻花莲县运昌龙 所有与会人员身体健康 和家平安 感谢大家 记者凌桀 华林市采访报道